第四場賽事 全球馬不準備妥當 第四場賽事 四班1650 大熱是1 好 你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聲運明著快 再在外面有威威鬥士 中間就是皇帝金 最初彈球快活一路騎上去 裡面黃衣是超威力 裡面藍帽粉紅衣是機緣巧合 大約跟著內蘭紅眼罩 第七八位 有落足料 在他旁邊有皇帝金 厚一點的馬 先見到超郎中有藍的 橙衣 在他外面贏科超影 後面三隻超速在尾衣 尾衣位置是管支友 暫時殿後是合夥年代 接近對面直路頭 前面放頭的馬 聲運明著放 外面有彈球快活 內蘭第三是機緣巧合 第四位是超威力 內蘭第五是落足料 紅眼罩 外面有威威鬥士 再見到中間還有皇帝金 後面五隻馬 超郎中贏科超影 尾衣位 綠色衣 超速 後面兩匹馬 分別是管支友 和紫色眼罩 合夥年代 過了600米段處 前面放還是聲運明著 彈球快活緊咬第二位 內蘭第三有機緣巧合 第四位是超威力 內蘭第五還有紅眼罩 一隻落足料 省了很多位 黃帝金 外面威威鬥士 再等內蘭那邊還有超郎中 正最後直路 聖雲明著 搖幾步 拋掉後面的對手 有過幾身位 彈球快活中當第二 外面位置有落足料 再見到埋便上來 落足料 外面超威力 大外蘭威威鬥士和管支友 接近中間 聖雲明著就拋掉來贏了 跑第二名 大外蘭衝上來 管支友和內蘭 落足料 兩匹馬需要拍照 中間夾著一號黃衫黃帽 是超威力 結果今場賽事 這隻聖雲明著 原來是他放頭 結果放在前面走 一放到底 第二 埋便落足料 最出是管支友 中間是超威力 四號的星雲明著 加利 又擺到前 十五倍勝出 最後跑第二名 看看八號的落足料 在裏面 一路都 碰線先 第三名 就是外面 十號的管支友 潘明輝來的 第四 才是一號的超威力 潘頓 擺到前 當然賺到一些形勢 不過想不到這隻星雲明著 可以放得到頭 中文字幕提供 由此之為 度看 哪個不錯 如果請問 對 多分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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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前好 四場,沒有Win有Q,放頭很正 你可能以為彈球快會放得到 今天也沒有那麼快 那就聰明了,放出來走 三選一的月記派彩,A2隔夜半夜門派36元 四連環,1號4號8號10號派1647元 四重彩,4號8號10號1號,順序派63556元 當然比上次還好,九十幾元,這次是十五倍 好,巡邏影片看回 起步,二檔落足了,其實出閘不算太順 前面就順勢上前,見到星文明場外面都給幾步 這隻彈球快活,但是它是軍速馬 所以其實也上不到來 現在拍著那隻頭馬就走 超威力都跑得對,這些是軍速馬 回來它也沒有斷,但是就給一些很後勁的馬過了它 外面就幾元刻刻第三 後面就落足了貼蘭第五 中檔就是皇帝金 走外面,這隻威威鬥士都很早上來了 今天的走威就一般 後面那一堆,見到有贏科超影 管支有,超速和合火年代 這場算不算跑得很差,威威鬥士 這樣全程在外面鬥,他回來也不是很散 因為皇帝金,他跑不出水準 跑出水準當然可以,不過他又不是整天可以跑到水準 組合都是一般的 合作這麼多都是一邊,很多屁 超郎中橙三隻貼蘭,他也有些追細 第一次過來菊草一里 但那隻管支又可以這樣,即是這麼後追 雖然說放前的馬就有好處 那他休息完後便縮情 被他這樣,就拿到第三 其他對手也很麻煩 回到來,沈澤成也跟周俊駱說一說 因為他一落馬就問周俊駱 為什麼不騎,最後剩下兩步 你自己看看,周俊駱就是可能看錯到那個終點牌 落足了,兩隻紅眼罩 第四場賽事都複綁完畢 為止Q派彩 四搭八派二百二十三個半 四搭十派二百九十一個半 八搭十派二百八十二元 三加一派彩 A二隔夜半夜門派三十六元 二重彩 四號八號順序派一千五百五十元 四連環 一號四號八號十號派一千六百四十七元 四重彩 四號八號十號一號順序派六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元 馬寶,頭關四號尾關四號派六百七十五元 頭關四號尾關八號派七十六個半 分段時間,頭段十八秒一三 第段十三秒八二 第三段二十四秒二 末段二十四秒三一 開始完成時間一分四十秒四六 二十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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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